50歲的金城武私下很低調 更久就傳出她在日本已經結婚 而對象是49歲日本主播馬祥點士 立刻引發了日本網民的熱議 而女方的經紀公司回應就否認了這件事 據外媒報導傳言的起因 是來自她的日文維基百科出現了一條 在2024年2月14日情人節時 宣布已經與主播馬祥點子結婚的文字 立刻引發了網民熱議 對於與金城武結婚的傳言 馬祥點子的經紀公司回應說 本人並未報告也沒有結婚 而且她應該是沒有見過金城武的 而維基百科上的那段字也已經刪除 總之為此